主料,牛肉250克,荷兰豆150克,主料,再清一个,料酒1分1勺,盐1勺,糖1勺,小苏打1勺,生粉1勺,酱油1勺,精水,葱1根,将两片,算2粒,鸡精1分1勺,酱油3勺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1小时,荷兰豆去头抽丝洗净,葱切片, 将切片,蒜朵泥备好,牛肉洗净,去掉金和白色的模后切成薄片,把一茶匙小苏打放入碗中粉拌匀,再把适量清水分几次慢慢倒入,边倒边搅拌,直到全部被牛肉吸收,加热蛋清,料酒,盐和糖,酱油,生粉,香油搅拌均匀,用保鲜膜蒙上后,放入冰箱冷藏半小时以上,锅内留烧热,保冲姜蒜, 再倒入将好的牛肉,炒至八成熟成熟,并锅下油烧热爆蒜泥,倒入荷兰豆炒至变色,倒入八成熟的牛肉,撒上鸡精,快速翻炒即可盛盘,烹饪技巧,放入小苏打的牛肉,一定要加清水,再保鲜膜蒙上后,放入冰箱冷藏半小时以上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谢谢观看